你好,我是羽木 2015 5月6號 消失的戲院 消失的電影院 路口拐了彎,一看戲院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豪華商旅 什麼情況?好像是昨天 我記得在空間裡 唯一發出聲音的 是講台上的老師 其他人在做什麼呢? 聽歌的聽歌 抄筆記的抄筆記 看窗外的看窗外 不管是哪一種專注 都符合安靜不影響其他人 也算是某種理想的上課 課堂資訊 突然間開始亂許 失控 老師就說 最後一排那位同學 上課不要聽股票 靠窗的同學 看一下黑板 窗外沒有未來 這裡才有 接著老師繼續他的課 那就是化學課 窗戶上這個玻璃 是液態 液體 只是變化非常慢 慢到讓人覺得 它是不會動的固態 不相信的同學 從現在開始 可以測量它的厚度 玻璃窗上緣有多厚 下緣有多厚 分別記錄起來 一百年後再回來這裡 做一樣的測量 會發現下緣比較厚 比上緣厚 一千年以後再回來 測量相同的玻璃窗 要小心不要弄破了 上緣可能變得跟紙一樣薄 啊 我回想 我的這個回想 我的回想 就像 拾起一把沙 有些在掌心 有些從紙縫間溜走 這種斷斷續續的記憶 當時到底是化學課還是哲學課 還真的有些模糊 但清晰的是發生過這麼一段課堂花絮 而且一切聽聞就好像昨天才發生的一樣 事實上這好像很久以前了 很久 好像是昨天 真的是昨天 我和這個大嬸 有個人他叫做大嬸 我和大嬸打算去看場電影 左手邊高架的捷運軌道 在台北 你發現啊 在台北 左手邊的捷運軌道 高架在天上 右手邊 紅紅綠綠的商店 沒錯 這個就是我 腦海中印象裡 市中心的樣子 再往前走幾步路 然後右轉 就是電影院 不知道 是不是 晚上的關係 通常說 不知道是不是 這般那樣如此的關係 不知道是不是晚上的關係 不知道是不是緊張的關係 通常說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什麼什麼的關係 應該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關鍵話說 就是因為晚上的關係 我的視野能見度變低了 就是好像很熟悉的地方 也覺得有點陌生 看不太清楚 那種不清楚不是近視眼的 你知道嗎 不是 那種不清楚啊 不是 不是 不是近視眼的不清楚 就是 我想你懂 那 我旁邊的大嬸 就更不用說了 無論是 白天 黑夜 他的人生 擁有 喜怒哀樂 就已經足夠了 何需再多一樣 叫做方向感 所以 算是兩個盲人嘛 都沒有不近啊 就是 搞不清楚東西南北 嗯 到了路口 右轉一看 應該是電影院在那裡 電影院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 一座豪華商旅 商務旅館 蠻漂亮的 什麼情況 坦白說 戲院的消失啊 某種程度上 已經讓人感受到 戲劇化 這電影沒有看也 也沒有關係 因為 一個電影院會 會不見 其實還蠻 蠻兩種可能 你知道嗎 一種可能 就是 他真的不見了 改見了 另一個可能就是我自己 實在太與世隔絕 太不知道 再怎麼過日子 新聞也不看 什麼都不管 所以完全不曉得 OK我不曉得 我是哪一種 總之 這個消失的戲院 對我來說 很戲劇化 只不過呢 對那間電影院 有記憶上的 回憶裡的情感 所以呢 那個晚上 這樣去看電影的 性質 受到打擊 電影都沒了 不知道 又有 有一點年紀 不是 換一家就好 就是想去 那一家看一下 以前都會去那一家 就是 好不好 個性喔 跟年紀沒有關係 都好 好在呢 陌生的 商務旅館 陌生的商旅 一家 對我來說 一樣陌生的小館 一個餐廳 香氣四溢啊 也許 這是一個 翻轉落寞的契機 肚子餓了 而大神 就更不用說 他 已經站在門口 看菜單 翻了翻了 漂亮的圖片 並且呢 回頭看著我 那個 表情啊 複雜的 很簡單 就像是在說 看什麼電影呢 該吃點東西了 不是嗎 好 沒有 精神失良 但是今天是 茶餐廳 提供的 美味 那也 確實 平衡了 飢餓感 不過 戲院改建的 情感打擊 依然存在 不是吃飽就忘了 我忍不住啊 就 說了一些過去 之前 等等 開頭的句子 過去 這邊是怎麼樣 那之前 這邊是怎麼樣 怎麼樣 像 大神 描述 那份情感 受到打擊 為什麼受到打擊 來龍去脈 當然 世界上 最危險的行為之一 就是 對一個女人 訴說自己過去的情感 但情感翻很多種 因此 我也說了 當年 老師 在課堂上 講述 液態玻璃窗的那一套 借慾 用來打比方 消失的戲院 截探歲月的變化 痾 就在那邊瞎扯 而大神有兩個胃 一個裝主餐 另一個裝甜點 很幸運的是 那一天多出第三個胃 裝了我這套 回憶大餐 他吃得飽飽飽 都有在聽 我也就 不是那麼落寞 都說了 飯後三百步 不用走藥鋪 這是 中文的說法 老外丹就說 The apple that keeps the doctor away 一樣的意思 但不是這裡沒有蘋果 我是指 這跟養生有的關係 所以吃完飯要生三步子 空出來的時間 因為沒有看電影 吃飯也沒有吃到一百分鐘 就有空出來的時間 足夠走三百步 商店還是商店 街上了 商旅還是商旅 都在那邊 對我而言 街景 熟悉的 還是熟悉 陌生的 也會慢慢熟悉 生活不就是這樣嗎 熟悉的 就熟悉 陌生的也會慢慢熟悉 有時候熟悉會變陌生 我明白 我不想這樣寫 呃 卻是下一個路口 一轉彎 我兩個 赫然 驚艦 他沒有驚艦 我嚇到了 一座 大戲院 一座電影院 再下一個路口轉彎 就看見了 咦 怎麼會這樣 什麼 潔碳歲月 什麼 液態玻璃窗 消失的戲院情感 根本就是我自己晚上看錯路 提早一個路口轉彎 其實啊 那座戲院 依然 好端端的 在他原來的位置 帶給人們歡樂 大神就更不用說了 他已經站在票窗 並且回頭看著我 我也 無需繼續活在回憶裡 喜歡這篇短文的讀者 可以到我的網站閱讀 非常歡迎 還有其他 更多的短文 一些 電影介紹 觀後感 歡迎你來 謝謝